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Kinsley 那么今天依然是由我来为大家做一下本周旁径的一个整体的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本周市场的一个涨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并且的三大股只四次都刷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唯独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行情 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 周一市场依然是呈现一个高开 并没有受到周末Vegas枪击案的一个影响 而令这个避险情绪有所上升 那么市场在高开之后呢 短期内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这个主要是受到ISIS宣称会对Vegas的枪击案进行负责 那么令市场短期内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涨幅的回吐 但是最终的市场还是快速的出现了上行 那么最终周一收盘的时候 道指的涨幅还是超过了100点 那么三大股指呢 都刷新了历史的新高 好 我们再来看周二的时候呢 市场依然是一个高开高走的一个行情 那么在早盘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科技板块的疲软 是令纳斯达克指数短线内有涨转跌 但是呢 这个英特尔的强势还是令道指领涨这个三大指数 并且呢 很快指数呢 就继续的一路向上上行 并且在周二的时候呢 美联储也确认会将下一任的这个联储主席 主要是定在了两位候选人的身上 那么在周二收盘的时候呢 三大股指依然是刷新了历史的高点 好 我们看周三的时候 早盘的时候市场出现了小幅的一个低开 这个呢 主要是受到了这个小非能数据ADP的一个走弱 令金价短线内出现上扬 而三大股指呢 则是呈现了一个低开的行情 但是很快呢 三大股指就将这个由跌转涨 但是在盘中的时候 这个三大股指还是出现了一度的下挫 这个主要是受到了这个能源板块的拖累 因为油价的重挫呢 就导致三大股指在盘中一度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行情 但是很快呢 还是指数逐渐的回暖 最终呢 股指也是三大股指都是收正的一个行情 好 我们再来看周四 周四这个市场高开高走的行情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一个呢 是受到能源板块的一个反弹 油价的一个反弹带动能源板块的反弹 那么也令三大股指出现了高开 那么另外呢 盘中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参议院是通过了预算的修正案 这可以说是让美国卖出了税改的第一步 那么也令市场出现了比较乐观的一个情绪 因此当天三大股指的涨幅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道指当天也是上涨超过100点 标普呢 也是突破了2550点的一个大关 那么周五的时候呢 市场没有继续实现一个上扬的行情 反而是出现了下跌 主要是受到了这个非农数据的一个影响 那么今天这个万众瞩目的非农数据可以说是令投资者大跌眼镜 因为这个非农就业人数不增反减 可以说是非常少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呢 也令三大股指都出现了低开 那么主要的大宗商品呢 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下滑 但是尾盘的时候呢 由于科技股突然抬头 这个就使得纳斯达克指数最终是帆率收正 也实现了九连扬 但是标普和道指呢 依然是收跌的 好 那么我们来盘点一下 这个本周整体的股市的一个涨跌幅的情况 本周呢 这个标普是上涨了1.19% 最终呢 是收在了2549.33点的位置 那么道指呢 是领涨三大股指 涨幅达到了1.65% 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是在1.45% 而且呢 收盘点位是逼近了66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 另外大宗商品方面的话呢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的行情 金价呢 本周小幅下跌了0.77% 最终收盘是收在了1275美元的一个附近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已经是连续四周 出现了一个下跌的情况 那么这个油价呢 本周也是 终止了之前的一个上涨的行情 连续四周之前呢 出现了一个上涨 但是本周呢 依然是下跌 而且跌幅非常的明显 达到了4.61%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终油价是收在了49.29的一个位置 跌破了50美元的一个关口 那么本周最主要的呢 一个呢 就是周一的这个两个制造业的指数 PMI还有ISM PMI是小幅好于市场预期 ISM是大幅高于市场预期 可以说比较好的一个制造业指数 是奠定了这个三大股指 也就是整一个市场在第四季度的一个开门红 那么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今天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 那么我刚才也说了 今天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不增反涨 本来市场对于今天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预期 可以说就是非常的低 仅仅只有10万人数左右 因为低于8月份的15.6万人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非农就业数据 在这个月 在9月份的时候 竟然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是下降了3.3万人 这个让投资者也感到非常的意外 但是呢 在这个整体的非农就业数据当中呢 还是有一些比较支持美联署缩表 并且加息的一些信息的存在 比如说就是本月的这个平均的工资水平 是环比上涨了0.5% 高于市场预期的0.3% 那么这个数据的出现呢 可以说明第四季度的这个消费者整体的水平 就会比较的高 那么这个也令到美联储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变得非常的高 而且可以说12月份加息 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下周的话呢 大家主要关注的就是一些银行股的业绩 因为我们在下周呢 会迎来新一度的一个财报季 那么首先公布财报的 依旧是金融板块当中的一些领涨股 那么在周三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可以关注到BLK 也就是BlackRock会公布业绩 周四的时候呢会有这个City Bank 以及JP Morgan 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 就会有BAC 也就是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 以及富国银行WFC 那么下周呢也请投资者 这个关注好这个银行板块的一些 股票的一些业绩 那么也为之后的下一轮的财报季 做好投资的准备 好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报道 好 谢谢大家